您好,我好,大家好,大家好,才是,真的好,我是Angel,如果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,请大家点赞,分享和订阅,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正常人的频道。 好了,今次我们就讲一下Omicron,也都讲一下打疫苗,不过事先声明,我并不是专家,我对医学真的懂得铁,如果有说错的地方,就请大家纠正我,最近我看到大公报的新闻报道,讲Omicron的后遗症,连穿窿1都有说,但是外面就很少人说,也都有很多人,甚至是我认识的朋友, 都还是坚持不打疫苗的,说要等最新的疫苗,我发觉香港人很多都不看电视新闻,又不看报纸,只是信了一些WhatsApp群组传来传去的谣言,所以我不如开一节,讲一讲最新的Omicron后遗症,也都讲一讲对打疫苗的认知,还讲一讲香港人对香港医疗和对封关的一知半解。 首先,我引述大公报在2022年1月25日的报道,大家都可以上网找这一天的报纸,看回这段报道,我觉得内容的可信性都挺高,因为它的内容全部是有来源的,而来源是来自英国广播公司,路透社, 纽纽约邮报,还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这些媒体。 这段新闻主要是说,Omicron后遗症就会有老母,老母这个名词,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的。 不过我先引述,他这段新闻主要是说什么。他就说, Omicron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,一些人认为这种病毒虽然传染力强,但症状轻微,因此对防疫掉以轻心。 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,感染Omicron的后遗症会较轻微。 最新的研究指出,新冠病毒除了影响肺部功能,更会引发臭角失灵,老母,甚至伸直能力下降等症状。 根据英国引号苏尔新冠病毒疾病症状研究,统计的Omicron相关后遗症,每四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出现老母症状。 他就说,老母是一种认知机能障碍,会引起记忆障碍,缺乏注意力,精神疲劳等,部分患者出现这种障碍之后,甚至难以回归工作崗位。 还有,根据美国西北大学调查,有81%的新冠轻症患者,都曾在病后出现这种症状。 暂时就引述到这里,刚才这里就说,新冠轻症患者有81%都有这种症状。 即是说,真的不可以看小新冠轻症。 这段报道,他说,关于外国新冠的病例都说得很详细,而且还有数据。 不过香港就很少人提起这些后遗症,甚至有些人怕疫苗的后遗症,更多过怕患上新冠后的后遗症。 那你说香港人真是几无知呢? 那其实打疫苗根本就没有后遗症,而且不单止Omicron,甚至Delta,都发现会有老母这种后遗症。 老母其实都真是几无人怕的,虽然未必是长期,老母是有得医的,但是老母是包括有认知机能障碍,又会有记忆障碍, 老母也不记得了,那他们会不会忘记得还过新冠呢? 那还说有认知机能障碍,那跟老退化的症状不是差不多? 那香港人已经够失智了,如果还换新冠有认知机能障碍的话,不就几乎是变成白痴? 那不就很糟糕了? 大公报这里还有说,这件事是非常惨的事。我引述, 美国编剧肺雷尔染疫后康复,但仍饱受新冠后遗症折磨,13个月后不堪病痛自杀身亡。 她的丈夫,英国导演古斯表示,肺雷尔最初没有症状病患, 随着时间推移,出现心脏狂跳不止,全身极度疼痛, 以及脑霧等症状。 这里说,这个美国编剧最初没有症状病患, 发现时已经很迟,最后失去行动和进食等一切生存能力。 这个报道来源是英国广播公司的, 但是香港真的没有什么报纸会报道这些东西。 那老母我们说完了,不如说一下疫苗吧, 之前也有说,如果打了疫苗,最好就多喝点水。 那这个呢,是来自我一个朋友,说给我听的。 他家里是医学世家,他爸爸是资深的医生。 之前我告诉他,我准备打疫苗, 他就问我,你的血是稀还是稀? 他说,因为如果你的血是稀的, 打完疫苗之后,不舒服的机会就比较低。 因为打新冠疫苗之后,血是会稀了。 即是说,如果血本身浓度高,即是很稀, 打完之后就会更加稀。 所以,血脂高和血压高的人是会容易血生的。 因为那些血是稀了,所以我们要喝很多的水, 去混合起它,那过敏反应就会比较少。 而血压高的人,就记得跟医生指示, 食降血压药,控制了血压,也可以打疫苗。 那打疫苗之前,我又曾经问过一个我认识的精神科医生。 我问他,如果打疫苗之前是需要做哪些身体检查? 那为什么是精神科医生呢? 是因为这个问题,对于他来说, 他其实是得不到利益的。 所以,他说的真确性就会比较高。 他就说,只有跟心脏血管有关的都要做检查。 那有月肝大菌要不要查呢? 他就说,都要查清楚肝功能。 其他跟血无关的长期病是不会直接影响你打疫苗的。 那不需要查过才去打疫苗的。 那他也纠正了我的说法。 那说疫苗副作用这个说法呢, 其实就不是真的太合适的。 因为正确来说,打完之后患心肌炎这些才是真正叫做副作用。 如果打完疫苗,手臂肌肉痛或者特别疲倦。 这些其实极其量都是叫做打疫苗之后的身体过敏反应。 那我第一次打完,手臂肌肉痛。 打第二次就完全没有肌肉痛了。 那我发觉,手臂痛其实是跟医护手势有关的。 那如果我们去社区中心打,可以查一下, 它是来自哪间医院或者医务所的。 那如果帮你打疫苗的医护人员年纪大, 我就觉得是多数都是资深的。 那跟我打的,其实年纪都大。 所以其实我那个手臂痛第一次, 我都不是那些遮不起手那些。 都是有少少肌肉痛而已。 第二次是完全没有。 那一般人都说,打完复必泰第二针之后, 是觉得特别累和还发烧。 我打复必泰第一针的时候, 打完就喝不够水。 那接着呢,几个钟后, 小腿真的抽筋。 其实我以前都经常半夜睡觉, 小腿抽筋抽了一个钟头。 那后来发觉, 喝多了水就不会半夜抽筋了。 那又是这个精神科医生解释给我听的。 他说是因为缺水, 那些血就结了。 那会影响血液循环, 而导致抽筋。 喝够水就不会抽筋了。 那所以呢, 我打第一针之后, 那几个钟头, 喝得不够水, 那些血似乎真的结了。 那真的有少少抽筋了。 因为呢, 我认识的人呢, 个个都说呢, 打伏必泰第二针呢, 是会不舒服的。 那所以呢, 我去打第二针伏必泰呢, 打完呢, 我就做足了东西了。 那打完的第二天呢, 就真的觉得头和面就好像有点热。 我几乎每一个钟头, 只喝两杯水。 那就是说呢, 每一个钟头呢, 是喝大约五百至六百毫升水。 那喝了呢, 就不觉得热热都没有发烧。 我本身呢, 是有少少贫血, 即是蹲下起床, 一定会头晕那只。 而且呢, 我血小板还不够的, 即是那些血还不容易凝固。 但是呢, 一想不到呢, 那反而有好处。 而且呢, 我用这个不停喝水的这个方法呢, 那在我懂得的所有打伏必泰的人当中呢, 我是唯一一个, 是完全没有发烧, 亦都完全没有觉得疲倦的一个。 那如果大家准备打第三针的话呢, 亦都可以试下我这个每小时喝五百毫升水这个方法。 我说的呢, 就是打完那天和第二天都这样喝水的。 那又说一下香港人对香港医疗和封关的认知, 很多人都不知道, 关于围风做检测和传动楼家居隔离是两件事来的。 那究竟什么情况去捉高弯呢? 那他们又搞到暖了。 又有些人呢, 以为呢, 围风做完检测程阳性是去捉高弯的。 那些人呢, 就整天都说, 很害怕被人突然间整栋楼围风。 又说怕不能出街。 又说要做足防疫措施。 又说要戴保护力高的口罩。 我认识有些人呢, 就经常喷酒精。 亦都呢, 经常说要杀菌。 那些。 都不知是什么玩法。 我认识你们, 都会觉得他们很有问题。 不过呢, 我又发觉很多人只是知道, 染了新冠肺炎入医院治疗是不用钱。 他们是不知道, 香港是所有传染病入医院治疗都不用钱。 原因呢, 是因为香港政府害怕市民有了传染病, 就说没有钱给医院费用, 而不肯进医院, 就在外面周围传播给其他人。 所以呢, 就有个政策是, 传染病入医院就一毫子都不用给的。 大家都知道, 香港人多自私的啦。 香港人真的很多都不看新闻的。 今天呢, 我还有一个很无知的朋友, 他到现在呢, 都不肯打疫苗的。 之前呢, 他就说, 等最新的那只疫苗出。 还发了最新的疫苗那张图给我们看。 那我又觉得, 就算出了这只疫苗, 政府都不一定买的嘛。 那你是哪位呀? 你要买, 政府就买给你呀? 那谁知道今天呢, 他又发WhatsApp过来。 就说, 最新的噴鼻式的疫苗呢, 就快出。 那群组里面又有朋友仔说, 他说, 你都未必等到的。 现在外面呢, 爆得很厉害, 还说, 叫人打第三针。 那他现在第一针都未打。 那我又爆他两句啦。 我就说, 好早之前已经新闻说了的啦。 即使出了噴鼻式疫苗, 都只是辅助嘛。 仍然是要打疫苗的。 因为呢, 新冠病毒不只是在鼻孔吸入的嘛。 那还会在口吸入啦。 也可以由眼睛进入的嘛。 他们全部都没看新闻资讯。 其实, 新闻不知说了一次的啦。 噴鼻式疫苗, 和注射式疫苗呢, 是有不同功效的。 而且呢, 这些真是常识来的。 香港人呢, 真是不知失智失到几时咯。 那我又不明白啦。 同样是疫苗, 如果注射的会有副作用, 那噴鼻的不会有副作用的吗? 那可能有些人会跟我争吵。 相对的副作用少一点嘛。 他说。 那其实, 所有的所谓副作用, 其实只是身体过敏反应来的。 刚才都说了啦, 也都不是永久的嘛。 针后人亡呢, 全部都是没有根据的嘛。 反而呢, 新冠后遗症呢, 是全部都有个案的喔。 那为什么这些没有根据的东西, 他们听完那么害怕呢? 而新冠后遗症, 那么多个案, 他们不害怕的吗? 那香港人呢, 我真的不明白他们的脑是怎么运作的。 似乎, 未幻新冠, 都已经有后遗症有老母。 今天, 分享着这么多, 多谢大家, 拜拜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